學生的反服貿行動造成了立法院議事停擺 將近兩個星期 也連累使得一些重要的民生法案遭到拖延 包括了勞保生育給付 還有都更條例修法等等 國民黨方面表示 從明天起立法院各個委員會 一定要開會審查法案 而民進黨團則說 他們原則上會去開會 但是細節會等到今天晚上十點鐘的內部會議 再做確認 挺著大肚子牽著先生的手 不少孕婦都趁著好天氣到戶外走走 臺灣少子化嚴重為了鼓勵生育 勞保生育給付將從現行的一個月增加到兩個月 這個會期立法院如果能完成修法就可以實施 一時停擺進兩個禮拜的立法院 預定各委員會週一將恢復排案 審明生法案 國會還是要有他正常程序要跑 一些人民的福利本來就不應該要拖延 救援不大 只要是小孩不是單看這一筆 一旦這個會期完成修法未來准媽媽最多可以領到八萬七千八百元的生育給付 最低也有三萬八千零九十四元 除了勞保生育給付外 都市更新條例修正草案也得優先審查 因為四月二十六號之前如果未能修法通過 走到一半的都更案或者是沒有辦聽證會的案件也會沒有法令的依據 全台一千三百件的都更案將會面臨停擺 國民黨政策委員會執行長林洪池表示 除了關心服貿外 重大民生法案也不能拖延 本週各委員會一定要開 民進黨團蘇記長吳秉瑞則表示 原則上會去開會 但今晚十點會先召開內部會議做進一步的討論 記者烏雅與硬類企臺北報導